6月中旬以来,受新发地疫情影响,北京的婚宴、酒席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再次被禁止,一度复苏趋势的北京婚庆行业又按下暂停键。 7月5号,记者来到北京一家婚庆公司,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后超九成已预定婚礼延期,婚礼订单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呈断崖式下降。 其实在户外婚礼来说的话,其实已经是向好的一个趋势了,现在的话基本就都是在延后的一个状态了,就是无法执行婚礼的一个情况。 因为正常的话,其实现在属于一个旺季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年的这个疫情这个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就算是笼罩了一个雾霾,我们现在是没有正常现金流进入的,可能其他的婚庆公司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 婚礼虽大多延期,但婚庆公司的工作量不降反增。婚礼策划师张子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所有延期的婚礼策划都需推翻重新调整。 针对目前疫情情况,公司也曾尝试推出全程直播的云婚礼形式,但接受度并不高。 婚礼的这个时尚度的话,它相当于是差不多两个月到四个月左右,它就会有一个审美的一个更新,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可能去年用的一些,做的一些方案,受这种疫情的延期的影响,我们可能方案全部要就是在二次进行加工,或者再重新推翻了重做。 疫情当中的话,我们是有推荐过一些直播的婚礼的形式,就是只有仪式,然后只有新郎新娘到场,可能十对新人里边有一对到两对是感兴趣或者是能接受的,就是大家的接受度还是没有那么的高。 张子玉表示,面对因疫情影响而造成的婚礼延期,大多数新人心态较为平和,准新郎韩先生的婚礼原定为二月份举办,至今已推迟两次。 在她看来,日期改变并无大碍,等疫情防控允许后,再办婚礼也不迟。 连惠端说,对于今后承办的婚礼,公司会在场地选择和人员数量上做出调整,以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从往年来看,90月份是一年中第二个婚礼旺季,她期望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婚庆行业能够在下半年迎来复苏。 我们一般会建议到新人减少来宾的人数,或者是尽量倾向于户外婚礼,草坪婚礼。 在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状态下,举行婚礼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日后咱们疫情有一个向好的状态的话,那可能90月份属于一个比较爆发的一个状态。 因为考虑到就是在上半年的话,整个婚礼都是处于一个延期的状态。 所以上半年婚礼延期的新人他首选的日期都是在今年下半年90月份。 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还是算是朝阳行业,所以我对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